原理人的記憶 我在原理長大我從來不吃這家 我覺得很一般 他們只會說考驗這個男人 不會了他們 以人民為中心有沒有公廁 沒有啊 真的沒有啊 怎麼聚會的人不用上這首 今天不以人民為中心 有上年的一些廣告 一些 可是我賣完了已經賣完了 現在沒有我們全部 我十天賣了四十多天卡哈 那你會覺得 這個東西很傻嗎 我覺得不傻 這是正常的一個市場的運作 是一定會有的就好像球鞋一樣 這個東西沒有對與錯 沒有對與錯 這是正常的你接受得了 然後這個價格你花的錢 那就OK了沒有對與錯 是帥的 誰都會得帥 是不是 說到這兩年卡哈被風搶而高 預價的情況 老闆的態度是意外的寬容 在他看來內行不必高高在上 跟風也可以大大方方 只要以自己能夠接受的價格 買到新衣好物 就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情 雖然運貨現在都賣光了 但是如果店內賣的東西 很符合你的胃口 推薦可以常來 因為指不定哪天 老闆又從世界各地 逃了些什麼回來 去哪個國家逃過來 歐洲 這到處去 歐洲也很舒服 好自由 我看不到他很多外套的東西 像他那些襯衫什麼 我不太會去買那些東西 但是他那些小孩子的那些賈克 我覺得真挺帥的 如果是換成我的馬 我應該會馬 這老闆太酷了吧 我的天 那麼帥呢 我怎麼可以變成那樣呢 這件小孩 我剛才覺得這件 他們這些小孩子的衣服都好好穿 哇這個巨帥 我喜歡就買了他 缺錢嗎 自己不消費便別人消費是吧 真的真的好看 我剛才再來一個人 哇 在待為糾結 要不要拿下美少女戰士手環式 我也在糾結 是不靈不靈的耳環 還是小女的項鍊 還有這個黑膏馬腦項鍊 我全都好想要啊 這個的意思是 這個 Mexico看到沒 然後下面會有一個T T是Taxico T字的一個城市的名字 第二個是那個工匠名字的 首字母 第二個數字是代表它第一題為工匠 就中古銀式而言 歐洲和墨西哥都有其收藏價值 老闆科普說 墨西哥的銀質和用料都更厚實 外型呢也比較獨特 他個人更喜歡墨西哥銀和印第安銀 好好看喔這個 好好好 好慘喔 就是需要你這種人 這個多少錢 這個呢 這個嗎 好看吧 一下子就好看了 真的好看 真好看 Medi還挺驚喜的 它的二手店和中古店 關鍵的區別就在於店主的品味 憑著老闆對中古首飾的熱愛 選品真的不會讓人失望 這裡強強強強強強強 推薦大家來逛喔 有你們兩個 有你們兩個 隱身的店員 店員說怎麼今天我賣東西這麼輕鬆 還有別人幫我說話呢 圆嶺這個地方我們還是第一次來 要不是David這個老山鎮 我們兩個可能已經走到了八卦領巴 多少錢 這個東西現在很少看 這個東西現在很少看 大刀 真的一樣的喔 你要去嗎 是少收那種感覺 老小薰可真是美好啊 嘻嘻伏伏 小風吹伏 誰啊 誰啊 他喜歡我看喔 我說真的喔 呵呵呵 我不太適合戴帽子 很像雷鋒啊 我這麼...誰的頭這麼小啊 你過來 呵呵呵 我不可能 也你們有沒有適合國字臉 regional 冒緣鎖一點 寬一點 對這種會偏寬一點 50代章裡面有個殿小 幸福痛 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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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彥小六帥 彥小六帥 什麼一模一樣 你放尊重一點好不好 你可以笑 但你不要像這樣 彥小六帥 不是我不想喝了 幹嘛 我剛才笑 這也是同貌 這也是同貌 對啊 不是同貌嗎 店員笑了 這家神奇帽子店 戴在我的頭上是諧星 戴在店員的頭上 竟然就是搖滾明星 怎麼會這樣 發威的這樣 I'm crazy 他為什麼發金色 我剛才看著黑色的 這個我覺得如果街上看有人戴的帽 會覺得他有品味的 多少錢可以 259 259就能成為有品味的人 有品味的人 我怕我就是乾杯 所以你是有沒有品味的 你要聽從設計師的 大將兩目其 逛完這三家古桌店 總的來講 相較於靈馬滿目的首飾 風格各異的服飾 更讓我們心動的 其實是三位老闆 各自對中古文化的追逐 知識的沉澱 以及真誠的服務與分享 無論是60年代還是70年代 無論是歐洲還是美洲 無論是跟風還是熱愛 只要自己喜歡 就值得收藏 一頓牛雜麻辣湯吃了我們208塊 這情懷真不划算 沒有請問 需要詞 健康 実行 潮 走